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请多多帮忙 我们必让这江南更乱 也算合了你们的心愿 随便你们 反正钱都已经给你们了 明白 拿人钱财 替人办事 罗伯西 你再带两百人 连夜跟着汪先生的人去长州立岗 给我拿出你们在印度 抢土人手里黄金的本事来 明白 我投降 我投降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朝廷派了近六十万官兵组成巡防营到江南各地加强治安 且规定了几条进而杀之的规矩 其中 名人涉嫌抢劫 奸淫 杀人之地痞流氓皆杀之 外翻带武器者皆杀之 另外 不肯着汉服 不肯言官话 不无语者皆杀之 即便着官服 说官话 不带武器 也要被逮捕到淮安去 这怎么可以 王先生 你们这位皇帝陛下可真是一位魔鬼 你们必须终止他这样做呀 你们没有劝劝这位皇帝陛下吗 真要如此 我们还怎么买你们的生司和棉布这些货物出海呀 已经要与我们交好的官员尚书 言如此做非天朝风范 但给出的批文皆是不符合内阁新发布的出入境规矩 要打击非法入境和走私 明显朱优剑 只要打定了主意要对你们下手 汉林院的匡汉林就因此被罢官流放 这次朱优剑的态度很强硬 就是要对你们这些外藩下手 而且明显是有意如此 说明我们这次搞乱江南的行为 可以说是正中了他们下怀 哎呀 突然可以调集出近六十万官兵 的确像是有预谋的 可不是吗 据我从我们府台那里打听辙知 兵部之所以能一次性组织近六十万巡方营官兵 是因为黄庄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实行民兵制 黄庄各顿 中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